好,我們大家先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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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我們今天因為這個災生的因緣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佛法的概要 我們今天來的可以說都是所謂的佛弟子 佛弟子有出家跟在家 都是向佛學習 依法修行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麼最重要的是所謂的佛法 那我們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所謂的佛法 這個佛基本上是佛陀的簡稱 這個佛陀最主要的是所謂的釋迦牟尼佛 我們雖然有十方諸佛 不過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法 都是所謂的釋迦牟尼佛說的 所以叫做本師 那麼這個佛陀的意思是覺者的意思 覺悟者 這個佛是佛陀的簡稱 佛陀是覺者的意思 摩尼是聖者的意思 釋迦是釋迦族 釋迦族覺悟的聖者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這牽涉到佛法 要知道佛才能知道法 那麼見法才能見佛 那麼知道佛才知道佛所說的法是什麼 那這個法裡面 主要是佛所說的 我們今天修行的方式 修行的目標 修行的理論 都是依佛所說的 所以不管是在家出家 都是學佛 然後依法修行 歸依佛就是向佛學習 歸依法就是依法修行 所以佛法 這個法主要是佛所說的 佛所說法 那佛所說法裡面 因為佛是絕 所以他基本上 佛所說法裡面 基本上就包含兩部分 我們的所謂三藏十二部 包含這兩部分 所有的佛法就包含這兩部分而已 一個就是佛所絕的 因為佛是絕 是佛陀的意思 這是所絕的法跟能絕的法 所絕的跟能絕的 所以佛法基本上是覺悟的方法 以及覺悟所正的真理 所覺悟的真理跟能絕的方法 所覺悟的真理跟能絕的方法 所覺的真理 所覺悟的真理跟能絕的方法 或說是能絕悟的刑法 修行的方法 好 那麼這個是佛法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意思 那所以這樣講起來 佛法基本上就包括 佛所說法 佛所正法 這個是佛所正的 以及佛所行法 所以我們學習佛法是學習什麼 知道 知道佛到底在菩提宿下 覺悟了什麼 見到了什麼 通常我們會說實相 那怎麼樣贈得這個實相 所以佛法只有兩部分 佛法只有兩部分 那麼多的佛法 其實只在講兩件事 只有講兩件事 第一件就是 真理是什麼 第二件事就是 我怎麼樣才能贈得這個真理 那為什麼要贈得真理 因為真理是實相 那麼為什麼實相那麼難以贈得 因為我們為現象 這個世界主要有所謂的現象界跟實相界 就是表象跟真相 表象就是生滅的 實相是不生不滅的 那麼因為你迷惑在現象 生滅的現象裡面 你就會不斷的起霍造業 就不斷的生死輪迴 為什麼一定要見真相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去正實相 因為你不正實相 你就會一直生死輪迴 有生死你就會一直受苦 我們現在的佛教 基本上有所謂的南傳 北傳 藏傳 南傳是求解脫的 藏傳是要集身成佛的 北傳 北傳雖然說是大聖佛法 但基本上很少在求解脫 也不太敢講人成佛 那所以大部分的人 不管在家出家 為什麼要來學佛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要離苦得樂 因為世間有苦 這我們都知道啊 大家為什麼要來出家 在家人為什麼要學佛 不過就是離苦得樂嘛 離的苦 不過是佛教離的苦 所有的宗教都是離苦得樂 佛教離的苦 是究竟苦 什麼叫究竟苦 就是輪迴的苦 輪迴的苦就是 我們一次又一次的受苦 身體上的苦 心理上的苦 那麼 生命上的苦 然後一世又一世的受苦 沒有停止過 那我們 之所以來學佛 之所以來出家 其實 想一想大家當初為什麼要出家 當初為什麼要學佛 不過就是 世間有苦嘛 因為 我們發現世間有苦 佛陀曾經說過 這個世間如果沒有苦 不會有佛 佛就是已經解決苦的一個聖者 世間如果沒有老病死的苦 因為老病死是由生而來 所以其實就是生死的苦 有生有死 生死之間一定會有怨政會愛別禮求不得 那麼這一些苦 假設沒有 我們不需要修行 也不需要出家修行 不需要求解脫 不需要 但是正是因為這個世間有苦 所以我們要修行 要學佛 要求解脫 這個是 佛 在阿涵經裡面很明顯的說到的 可是 我們想一想 我們自從學佛之後 自從出家修行之後 你真的能夠離苦嗎 你離苦的方法是什麼 你所修學的佛法是什麼 所以 我們會發現 大部分的人 修學佛法都是要離苦 但是 都不知道 離苦的方法 就是說 我們現在很多離苦的方法 一阿涵經說的 不正確 不適合 或是 不純熟 就是沒有正方便 就是 不正確 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不適合 就是 不契機 那麼 不純熟 你沒有精前修學 所以 因為這樣 因為這樣 所以 天前 都是因為 苦是因為夜來 夜是因為煩惱來 煩惱是因為無明來 什麼是無明 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會受苦 只知道 我在 世間有苦 知道我要 知道我要離苦 但不知道為什麼會受苦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怎麼樣才可以不受苦 這個是我們現在 不管在家出家 修行最大的問題 那麼今天我們就好好來探討一下 佛到底都跟我們講什麼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才叫做依法修行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麼 佛法裡面 佛就是 覺者 你每次想到佛法的時候 你就要想到 佛陀到底是 覺悟到什麼 那麼 他為什麼可以覺悟 他一樣出家 一樣修行 一樣打坐 為什麼他可以成佛 為什麼我們不行 差別在哪裡 那麼 所以這個就 這個就牽扎到 佛所覺悟的真理是什麼 能覺悟的方法是什麼 這是整個佛法的核心 好那麼我們再來講 所以這個覺很重要 那麼佛跟匹之佛都是佛 當然是 佛是 除了 除了 自創 就是自覺自證之後 他還能夠覺他 就是能夠自覺再覺他 所以講到這個佛一定有能覺所覺 能覺就是所覺悟的法是什麼 能覺悟的方法是什麼 因為這個牽涉到 我們要怎麼修行 修行到什麼境界 才叫做徹底就近圓滿 才叫做正確適合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 多數的人都是盲修瞎戀 那麼 枉費了 第一個你作為人 第二個 你學佛 第三個你出家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未來還有一段路 未來不是這一生而已 身身世世 你可能 很有機會在佛法中一直修行 就是 你沒有方法就好像你在大海裡面 你知道要往那個目標 但是 你沒有船 沒有服務 你就是到不了 海浪 海浪一吹 你馬上又飄飄回去 因為你沒有正確的方法 不知道正確的佛法 好 我們再來看 那麼 佛 佛法 最主要的就是 佛所說法 佛所說法裡面 主要的是 所覺悟的真理 能覺悟的方法 那麼我們現在 來探討到佛法的核心是什麼 佛法的核心 澄清 我們看 舍利佛 第一次見到馬聖比丘 馬聖比丘是吳比丘之一 最早覺悟的人 舍利佛為馬聖比丘的威儀所射受 那麼 他問馬聖比丘 你師父是誰 他都教你什麼 那馬聖比丘 所回答的是什麼 我師父是 釋迦族的 聖人 那麼 大沙門是渠壇 他姓渠壇 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是我們對他的尊稱 釋迦族 覺悟的聖者 但是實際上他的名字 他是姓渠壇 或者是喬達摩 他的名字是希達多 我佛大沙門 沙門取壇 我師沙門取壇 那麼他教什麼 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面 這是通俗的說法 一般的說法 就是什麼 就是緣起法 所以 佛法的核心必須是 每一個在家出家 只要是學佛的人 都必須要知道的 這很重要 所以今天 我要跟大家講 佛法最根本 最核心 解脫最關鍵最主要的 不離開緣起 人絕的 守絕的法 就是緣起法 人絕的方法 也是緣起法 因緣起有四地 因緣起有中道 因緣起正無我 所以非常重要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 講一個佛法最核心的 一個主題 不管你是在家出家 你都必須了解 舍利佛問馬聖比丘 你師父都教你什麼 馬聖比丘 精簡概要的說 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面 我們先了解 佛到底是 在菩提樹下 當流心化過的時候 閱讀彌精 他到底是見到什麼 見到緣起 所以 馬聖比丘 跟 舍利佛說 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面 那麼 另外 法聚經裡面 有一個 很惡要的 也是 講這個 若人生百歲 不見 緣起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見文之 那 阿難 在佛滅後 大家色滅後 結集後 聽到有一個 比丘 在 宋法聚經 若人 受百歲 不見 不見 水老赫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見文之 他一聽就跟這個 比丘講 比丘 你念錯了 應該是 若人生百歲 不見 若人受百歲 或若人生百歲 若人受百歲 受命 活了一百歲 不見 生滅法 其實就是 緣起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見文之 要先文 才能見 好 那么這個也是在說 緣起的重要 你就算活了一百歲 你都不見 不文不見 緣起法 不如活一天 我們就像出家一百年 借辣有一百年 打坐有一百年 持戒有一百年 你不見 不文緣起法 不如 不如你 見文緣起法 一天 一样的道理 外道的苦行 够精進了吧 持戒 够清進了吧 苦行很精進 持戒很清進 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不能解脱 就是不能解脱 就像 你用沙去煉油 你把所有 海邊的沙都 积集起來了 煉不出一顆 花生的油 为什么 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你用盡一切的方法 修行 送经念佛 拜占 持戒 你 没有见缘起 不知缘起 不能断贪爱 不能断无名 你不能解脱 就是不能解脱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 就算 你这一生 没有办法解脱 因为 你文 文知缘起 修行缘起 你未来是 你这个正法会相续 你这个善业会相续 你这个习惯会相续 终有一天 或者是 这一生 或者是哪一生 你可以解脱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 这个是 这个是 法聚经里面 总结佛说的法 那那个比丘 那个比丘 念错了 不见水老赫 那么 阿兰跟他讲 你念错了 水老赫是一种鸟 像我们的白鹿丝 你见那个有什么用 当然是一般我们诵经 也是这样 就只知道背诵 背诵其 背诵这个经文 但是不解其意 我们一开始 要讲经之前 念什么 无上圣生为妙法 什么叫做无上圣生 缘起圣生 就是无上圣生 缘起圣生 依缘起入涅槃 圣生复圣生 这个法 这个法圣生 百千万节难遭遇 一般人不太听得到 佛陀如果没有出现在世间 印度那些苦行外道 修了几千年 不能解脱 就是不能解脱 不管他有多虔诚 不管他有多专注 不管他有多用功 一辈子举一只手 一辈子举一只脚 一辈子不吃不喝 一辈子躺在沙里面 一辈子浸在水里面 不够用功吗 用功 能解脱吗 不能解脱 我们千万不要归一三宝 修外道行 这个是 这个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大家都是出家的 要知道出家是为什么 就是离苦 主要是离轮回苦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阿兰跟他讲 你念错了 那个比丘 说那阿兰长老 阿兰那个时候已经老了 那要怎么办才是对呢 应该是不见缘期吧 那么那个比丘回去换了 他的师父跟他讲 你怎么这样念 我是这样教你的吗 又没有多久又换回来 又见又是白路师 水老喝 阿兰又听到了 说你怎么又 我不是跟你讲你念错了吗 你怎么又念回到这样呢 他说我师父说 阿兰长老年纪大了 糊涂啦 记错啦 我记得才是对 好 那么这个 这个 我们不要以为他愚痴 其实我们现在多数的修行人 都跟他一样 为什么 只知道背诵 不解其意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 愿解如来真实义 所以事义流之 第一个叫做清净善事 真正的善知事是佛 我们都清净了 我们不管在家出家 都是向佛学习 依法修行都是这样 不管在家出家都是这样 那么 那出家更进一步 都是随佛出家 你虽然有剔度的师父 但是所有的出家人 都是随佛出家 好 佛是我们的大善知事 清净善事 最重要的不是 他能够加持我 他能够保佑我 他能够灭我的罪 他能够增加我的福 不是 不是 而是他能够告诉我 真理是什么 怎么证得真理 换一个 换一个角度说 他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 这个必须要怎么样 你对于你听闻的佛法 要怎么样 如理思维 所以 事必留之 就是四个 四个从凡夫到圣人 从生死到解脱 从有苦到离苦 的四个次第 第一个 就是清净善事事 我们不管在家出家 虽然我们没有见到佛 但是见法及见佛 我们都是清净善事事 我们都是皈依佛的人 所以 这一条我们有了 清净善事事 第二题是听闻正法 我们常常在诵经 大家 一定都诵过经 大圣经 小圣经 那么一定都诵过经 那么都知道 还有都出家很久了 都是老修行了 那么也都知道 经里面讲的大概内容 那么天天诵经 我们常常在诵经 在家自己诵 在这个试验一起诵 不管是自修共修 又念佛又诵经 可是 你真正了解佛是什么道理 佛是什么吗 你真正了解这个法是什么吗 我们现在欠缺的就是不思维 或者叫做不如理思维 如理是什么 如事 人家是这样的意思 你给他想成其他的意思 佛这样讲 是这种道理 你给他想成其他的道理 佛说修行的方法 是这个次第 你把它说成其他的次第 这个 这个叫做不如理 从另一个角度讲 叫做颠倒 那么这个很重要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自以为 是如法修行 自以为是依法修行 自以为是佛弟子 其实很多人 都是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叫做戒进取 戒进取没有断 错误的修行跟方法 没有釐清 没有办法去找到 正确的修行跟方法 所以 正出国 从反到胜 一个 第一个门槛 第一个门槛 就是断三解 佛陀曾经讲 我们为什么不能得解脱 因为有贪嗔痴 解脱就是 断尽贪嗔痴 叫做断尽烦恼 那么最 最究竟彻底的解脱 阿罗安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尽 出国 去托环 把烦恼的根本截断 烦恼没断尽 但是烦恼的根本截断了 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我贱 有我贱有我爱 就等一下我们讲元启的时候就会讲 那么因为 因为烦恼的根本不断 所以生死不断 那烦恼的根本要怎么断 要先断错误的修行方法 所以叫做戒进取 三解 出国断三解 就是你从凡夫到圣者 你修行的第一个门槛 第一个门槛 就是要先去除错误的修行观念 跟修行方法 跟修行目的 修行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一佛法来讲 就是所谓五称佛法 我下辈子再来做人 我要升天 增上升心 得人天果报 我要断进凡 我要出离三解 出离生死 那么这个是发出离心 得阿罗安果 那么更进一步的 我要自觉觉他像佛一样 那么这个 这个是所谓的大圣 除了自己觉悟 还要带领别人觉悟 那么佛法不外乎是 不外乎是人天果报 世间的 那么这个生文 世相世果 出世间的 以及菩萨 是出世间的 我不离 我不离这个世间 我也不染着这个世间 我不出生死 但是我也不受生死 好 那么不管你的宗旨是什么 不外乎 都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 佛陀出现在世间 不过就是告诉我们 正确的目的是什么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印度非常多的修行人 这些修行人 一生一世 都非常的用功 有的闭关十几年 没有出来过 有的刻苦 像佛陀六年一马一脉 那么刻苦 佛陀是因为 刻苦得解脱的吗 不是 修行不是为了要受苦 修行是为了要离苦 离苦不一定要受苦 那当然是 真正的苦是什么 离苦的方法是什么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 所以借进取 世欲流之 清净善事 天文正法 如理思维 后面才是水法行 好 我们清净善事 有了 天文正法 也有了 因为我们常常在诵经 如理思维 我们欠缺 没有 就像这个 这个比丘一样 他也诵法句经 这个也是法 所谓的法句 是把佛说的法 盖要核心的 用一个记 背诵起来 因为以前没有书 都是靠记忆 靠背诵 你不能背太多 就有一个简要的记 修行的 修行重要的东西 都在这里面 那么他告诉你 但是你背起来 像那个比丘 天天背 若人寿百岁 不见 不见谁老鹤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见文子 他天天背 他为什么他错误不知道 为什么他错误他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了解 他没有了解 这句话的意思 这个法的意思 他只是 重复反复的背诵 他以为这样就有功德 我们现在诵经也是这样 天天那一部经 几十年诵那一部经 就觉得 这一部经就可以带给我功德 这一部经就论不灭我的罪 经义不可思议吗 经历 但是主要是他的意义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 只诵经 不了解经历 不了解经历 因为不了解经历 不如理思维 你 法 随法 这个就是实相 这个就是真理 这个是正真理的方法 你有正真理方法 要去正真理 你有离苦的方法 要去离苦 行就是修行 大部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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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解经历 不了解法 埋着头修行 以为这样就叫做用功 你要知道 功德不是 宋完经自然有 念完佛自然有 而是 你理解他的道理 你心中的迷惑 没有了 原来不知道的 现在知道的 原来迷惘的 现在不迷惘 原来会起烦恼的 现在不起烦恼 没有的戒定会 解脱解脱之间 现在有了 原来有的 贪嗔吃慢语 现在没有了 因为这样解脱的 那么这种都是因为 由于你 如理思维而来 所以戒进取 就是你不如理思维 你没有去了解 这个因果的关系 是怎么样 缘起就在跟你讲这个 好 我们现在来说 佛法的核心是缘起 第一个 第一个 舍利佛跟 舍利佛问马圣比丘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就是马圣比丘跟舍利佛 马圣比丘那个时候 已经是阿罗汉 已经是阿罗汉 那么舍利佛还不是 还是凡夫 还是凡夫 但是舍利佛问马圣比丘 你的师父都教你什么 他怎么说 他说 他即使就讲两个季而已 也不到两个季 半个季而已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经论说的很多种 但是一般都这么说 比较容易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诸法这个是世间的宇宙望向 包括生命的现象 包括生命的现象 那佛法 佛法重点也是在讲 生命的现象 以及身心的现象 佛法重点在讲这两个而已 生命的现象 那么当今 生命是过去现在未来 轮违 为什么会轮违 为什么会有苦 以及身心的现象 我们怎么样造业的 怎么样起烦恼造业的 那个因 那个关键 那么他跟你讲清楚 让你知道 你要从哪里截断 就好像你的水管 是从哪里落水的 那你给它补上 一样 佛法不离开身心的关照 好 那么我们先回头过来讲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常做如是说 舍利佛只听到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他就证出过 真正是 若人寿百世 不见缘其法 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 最主要的是谁 须拔陀罗 须拔陀罗老外道 据说120岁 出家大概也七八十年 戒拉 甚至可能有一百年 不晓得 反正他是老修行 他都是意外道修 直到有一天 佛陀在基斯纳路面 就在他附近 他听到 既然听说这个是觉悟者 我的修行这么久 已经要入涅槃了 中叶佛陀要入涅槃的前几分钟 他才出现 佛陀只跟他讲了 我看应该要入涅槃 讲不到三分钟 他就证阿罗汉 也真正的是 若人寿百岁 他已经120岁了 不见缘其法 假设今天他没有听到这个法 他一样在生死 等下一尊佛来 他不知道能够遇见不遇见 还不知道 当然是因为他知道了 他听见了 而且他如理思维 那么当下 他就证阿罗汉 那么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过去有累积这个因 他听到 他就可以见到 见到就可以证到 那么多数的人没有 这些人多数在佛陀时代 都解脱了 剩下的就是 叫做因缘不成熟的 佛陀度众生 仪教经在入涅槃之前 讲过 他讲过 佛陀来这个世间度众生 他已经度一切众生 所谓的度一切众生就是 善根成熟的 都得度了 在佛陀时代都得度了 或许是依佛 或许是依佛地址 善根不成熟的 佛陀已经跟他成熟善根 什么叫做成熟善根 什么叫善根 善根不是 你从小会念佛会拜佛 就是有善根 不对 不是说 不是说 你很会布施 常常来试验帮忙打扫 就是有善根 不是 善根就是 生起一切善法的根本 叫做无贪 无称 无痴 三善根 无贪 无称 无痴 真正的善根是 有智慧 有佛法的智慧 没有佛法 能够去追寻佛法 闻到佛法 能够如理思维佛法 如理思维佛法 能够正确的修行佛法 这个叫做有善根 不是你出家就有善根 不是 不是你从小在寺院住就有善根 不是 而是你懂得如何去正确的 追寻佛法 修行佛法 思维佛法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样你才有信尽念定会 所以当你不再相信佛法 或是你根本不知道佛法的时候 这个叫做断善根 你没有啦 你生不起来 像提伯达多 提伯达多随佛出家几十年 修行用功几十年 最后断善根 为什么 因为他不再相信佛法 不再相信因果 那我们 我们 在断善根的边缘 也在 种善根 但也在 你的善根坚不坚固 是不是在不断的生长善法 跟你现在对佛法的概念 有很大的关系 要好好想一想 你们今天回去之后 你们是怎么修行的 你们对佛法的观念是什么的 就决定在你死之后 你去哪里 为什么 未来你会不会遇见佛法 遇见佛法 你的心相不相应 跟你现在 想些什么 学些什么 修些什么 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 你怎么来的 一夜来 一习惯来 一念头来 你怎么走的 一夜走的 一习惯走的 一念头走的 你的夜如果都是 有肉夜像无肉夜 生死夜像解脱夜 世间夜像初世间夜 你的习惯都是如理思维 法水法行 你的心念都在法上面 你怎么 就算你有隔音之名 从一佛国终一 至一佛国终不理佛 终不理法 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人 听见法 一下子就像夜 因为他经常 如理思维 那么这个很重要 所以 这一生 你如果培养了 这个习惯 你培养了 这个习惯 那么 你 你虽然不知道 下一生 会到哪里 但是 一夜 一圆 你的善根 你的善业 你的善缘 你肯定会生到一个 有佛法的地方 有正见的地方 你会遇见善知识 有正见的人 你会以法修行 你会接续你过去的善根 不成熟的再让他成熟 已经成熟的 下一生就会得度 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最重要的 难得 这一生可以做人 做人可以学佛 不是 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做人 佛陀曾经讲过 看得见的众生 如大地土 看不见的众生 看不见的众生 如大地土 看得见的众生 如爪上土 很多维系的众生 我们看不见 那个数量 远多于我们看得见的 那么看得见的众生里面 得人生的如爪上土 思人生的如大地土 六道沦迴里面 最多的是鬼道跟畜生道 最多的是鬼道跟畜生道 得人道的少之又少 人道里面 学习佛法的如爪上土 不学习佛法的如大地土 比例上非常少 台湾算是一个佛教国家 多数的人也不学佛 从世界来讲 比如说七十五亿 现在多了一点 不管南传 北传 战传 乃至于乱传的 有一点佛法的 但是有参外道的 不管 加起来 只要你遇见佛法的 也才五亿 十五分之一而已 不到 那么如果你正确的 那就更少 那么我们虽然是这样 我们 我们是佛陀那个爪上土 我们得人生 得人生 又欣习佛法 又学习佛法 更难得的 我们还出家修行 随佛出家 那个是 叫做少之又少 但是今天 今天 你之所以殊胜 不是遇见佛 是遇见佛 而听见法 就算佛灭后 你能够依法修行 依然还是可以得解脱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受到末法的影响 会认为 在这个世间 怎么修都不能解脱 在这个时代 怎么修都不能解脱 这个不合乎佛法 等一下我们会讲 因为 真理是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法信 法住 法界 意思就是 你能不能解脱 跟你 跟你在 跟你在 佛 有佛 没佛 没关系 跟你 跟你在 佛灭 佛在的时候 还是佛灭后 没关系 跟时间没关系 跟空间没关系 就跟你心中 知不知道佛法是什么 有关系 如果你一致修行 我们刚才讲 佛法的两个重点 真理 实相是什么 那么能证实相的方法是什么 这个都是法信 法住 法界的 十方 博且范 一路 涅槃门 不管你在什么地区 你在什么时代 只要你能依这个方法修行 你就决定能解脱 只要你不依这个方法修行 你就不能得解脱 这个是真理 这不会改变 法信 就是 它本来就是这样 法住 就是它一直是这样 法界 就是它普遍是这样 到哪里都是这样 所以 所以 你不要认为 我们生在2500年后 是末法 这个时候修行不能得解脱 这样不合乎佛法 佛法的真理就是 你照这样修行 如是因 就如是果 你如实知 你就如实见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阿含经 反复再反复 重复再重复 都是讲这些 所以 你怎么样才能如实知 要先如实知 如实见 知法 才能入法 知法 才能见法 知法 才能误法 所以 现在 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你必须要 不管 不管 你能不能在这一生 得解脱 你今天要把这个 法 想清楚 你未来是 至少你有一个善根 你未来是 依这个善根 看你回去 有没有在如理思维 有没有在法 随法行 那么 它善根成熟 还要看你过去生的善根 过去生没有啦 今天你听到了 善根就开始有 它就不断的增长 你不断的思维 它就不断的增长善根 智慧是从有落会到无落会 那么你的智慧 就会不断的增长 最终能够突破 所以 这个很重要 那么 你能够 你能够做人 做人能够学佛 能够相信佛陀 那么 能够 能够修行 不管在家 诸家 你能够修行 金刚经讲的没有错 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中善根 乃于无量千万佛所中诸善根 但是 你虽然有这么殊胜的善根 在还没有正果 重返入胜 或者是没有正见增上以前 你可能都会退 会退会转 退可能就直接退到三个道去 转就转到外道去 你没有确认以前 很容易退转 凡夫只有一个不退转 叫做正见增上 什么叫正见增上 你对这个法 反复反复的思维 如实如实的修行 你就算明天死了 今天回去好好想 明天就算死了 你也不会退三个道 你来的时候 你来的时候 决定能够遇见佛法 因为 你来的时候 是以你的业 以你的习惯 以你的念头来 带着你的业 带着你的思维习惯 带着你的信念来的 那么你走的时候 依然带着这个走 依然带着这个走 所以你必须要 常常正知正念 正知缘起 正念缘起 养成思维缘起的习惯 因为缘起不难 世间就是缘起的 生命就是缘起的 一切现象都是缘起的 你会思维 你天天看到缘起 你不会思维 你天天生烦恼 看到烦恼 那么重点就是这么 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修行 修行不一定是 你跪着送亲的时候 坐着打坐的时候 低着拜佛的时候 不是 当然这个也是 当然这个都是为了让你 正见缘起 这个很重要 你坐下来的时候 你好好想 世间无常 生命无常 无常就是缘起 因为缘起知道无常 因为缘起知道无我 因为无我知道涅槃 好 这个等一下 我们讲缘起的时候 我会再讲 现在讲缘起的重要就是 你看 阿曼 法俱经是佛在世的时候就结起了 佛灭后结起的是阿曼经 佛灭后结起的是阿曼经 佛在世的时候就结起法俱经了 把佛法里面比较重要的道理 用一个简单的寄送 让人家亦背诵 但是多数的人 像那个比丘 像这个比丘 他只会背诵 而不思为其意 就算你背诵了一千遍 一万遍 你不知道这一句的道理 不如你背诵一遍 知道道理就好 那么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习惯 我们不能只诵经 诵经是要增长智慧 你送君之后 你增长了什么智慧 原来不知道的 你知道了吗 原来不烦恼的 你现在有没有 有没有变成起烦恼的 原来起烦恼的 你现在有没有不烦恼的 那么这一些智慧就是什么 智慧就是不起烦恼的能力 这个是根本 另外就是什么 烦恼来了 能够调育烦恼的能力 能够调肤烦恼的能力 智慧是觉察烦恼的能力 控制烦恼的能力 调肤烦恼的能力 断除烦恼的能力 烦恼是生死的根本 生死根本中的根本 叫做无明 无明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苦 不知道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不知道真理是什么 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正的真理 不知道我为什么 出现在这个世间 受这样的苦 不知道我未来 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因为不知道 就叫做无明 不知道中的最根本无明 不知道我 就这样 那为什么不知道我 不知道缘起 所以 法罪经里面 讲佛法的核心 也是缘起 马圣比基督跟舍利佛 总结一句话 佛就教你什么 佛教的很多 盖要的说 诸法应援生 诸法应援面 舍利佛马上就悟 就得胜果 正出果 正出果 回去 回去 他跟穆建连讲 穆建连只是听舍利佛转述 也正出果 回去之后 他再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正阿罗汉 那么你说 那出家修可以 那在家修可以吗 一样可以 一样可以 佛陀渡五比丘之后 有耶稣带着他的四个朋友 来跟佛学习出家 正阿罗汉 回去 回去 这五个比丘 耶稣四友 包括富罗娜 回去找他们的亲戚朋友 叔叔伯伯阿姨父母 总共找了五十个人来 跟佛学习听法 全部正阿罗汉 都是在家人 正了阿罗汉 佛弟子是这样 有些正了阿罗汉 正出果之后 随佛出家 有些随佛出家之后 才正阿罗汉 本来是在家的 不管在家出家 只要你能够 善观缘起 知见缘起 你就能得解脱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佛有一天 这是第一个 马圣比丘 讲佛法的核心是缘起 法剧经里面 讲佛法的核心 也是缘起 有一天有一个婆罗门 婆罗门是印度 印度的婆罗门 印度就两种修行人 一个叫沙门 一个叫婆罗门 沙门是反婆罗门的 婆罗门是原有的宗教 沙门是新兴宗教 佛陀十大印度 有七大沙门团 佛教跟其他的六四外道 另外有一个婆罗门 婆罗门是原来的宗教 婆罗门是尊废陀的 沙门是反废陀的 好 但是大家都在修行 想要得解脱 那佛陀十大 这个有一个婆罗门 来问佛 沙门取坛 这叫沙门取坛 和音和论 你都在讲些什么 你的主张主旨是什么 你平常都说些什么 佛陀跟他们回答 我论音说音 简单二要的说 佛法是什么 讲缘起 婆罗门问这个沙 婆罗门问这个佛陀 你都在讲些什么 你主要在讲些什么 佛陀直接了当跟他讲 我讲缘起 所以缘起法非常重要 大家也许听过缘起 当然是你真正深刻去思维过吗 没有 那么你的善根不增长 必须回去深深的思维 缘起是什么 第二节等一下 我们会告诉大家 缘起是什么 那么这个很重要 缘起不是坐下来想的道理 当然也是 缘起之所以甚深 没有见缘起 就不能得涅槃 那么缘起是 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 世间就是缘起的 有因有缘世间集 有因有缘世间集 这个是生死流转的 有因有缘世间集 无明行世 明色六路处说 爱取有 生老病死 幽悲恼苦 从无明到苦 无明是根本因 苦是根本果 他是讲 你为什么会有生死 生死中为什么会受苦 你为什么会造业 你为什么会起烦恼 为什么烦恼会变成业 为什么业会变成苦 为什么苦会一直循环反复 永不停息 因为 他就跟你讲 如是因如是果 因为无明有行 因为行有事 他就在讲这个道理 这个世间为什么是这种现象 世间 有因有缘世间集 世间最主要的是三种世间 三种世间 三种世间最重要的是 有情世间 有情世间 佛法是对人说的 佛法是对人说的 所以 有情世间里面主要是 人世间 人类 人类里面的身心结构叫做五运 所以五运世间 有情世间 五运世间 那么又讲到 我们的身心跟境界会引起反应 所以是国土世间 就三种世间而已 有情世间 五运世间 国土世间 都是原情 有因有缘世间集 它形成现在这个状况 那我怎么样消除呢 什么状况 就是苦的状况 我怎么消除呢 有因有性见面 他跟你讲 他告诉你 你为什么会受苦 然后再告诉你 你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这个是佛法最主要的核心 关键 密码都在缘起里面 那我们要好好了解缘起 因为 时间到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先下课 我们休息15分钟 那我们如果大家要商议 就自行问讯 自行问讯 自行离开